欢迎您收看性情简报 爱情是盲目 婚后什么时候播出 英国独立报 爱情是盲目真人秀节目的粉丝们 很快就会知道第四季的哪些夫妻 在结婚后继续在一起 婚礼之后特别节目将于9月1日 在Netflix上首播 距离该节目首次播出 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这个特别节目将展示夫妻们 在原系列节目播出后的生活情况 并包括未解决的争吵 和演员们了解彼此 在节目结束后的近况的场景 Netflix还宣布 该节目的第五季 将于9月22日首播 路易斯·瑟鲁·路易斯·德罗 推出关于教授与非颜男子的纪录片 英国独立报 路易斯·瑟鲁宣布 将发布一部关于一位 被判性侵一名残疾男子的教授的纪录片 这部名为《告诉他们你爱我的》 《电影》将探讨安娜·斯塔布菲尔德的案件 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和残疾人全倡导者 被判犯有对德里克·约翰逊的性侵罪 这部纪录片将深入探讨斯塔布菲尔德和约翰逊之间 备受争议的关系 质疑这是一段被误解的恋情 还是一段性侵和掠夺行为的故事 该电影将于11月发布 被控谋杀的被告在打断法官后被代理法庭 英国独立报 一名被指控谋杀利亚姆 史密斯·利恩·史密斯的男子 在法庭上打断法官的总结陈述后被代理法庭 迈克尔 希利尔 麦克·皮尼尔和瑞丘 富尔斯托 瑞丘·福斯特被指控谋杀史密斯的案件 正在曼彻斯特进行审判 希利尔承认过施杀人 但否认谋杀 声称他和富尔斯托共谋袭击史密斯 因为他告诉他自己被强奸了 富尔斯托否认谋杀和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 法官提醒陪审团富尔斯托 关于与史密斯发生性关系的证词 他认为这并不构成强奸 这导致希利尔打断并争辩说这是强奸 然后他被代理了被告席 陪审团已经退庭考虑裁决 现在还有必要在工作室穿高跟鞋吗 加拿大环球邮报 随着工作场所变得更加随意 越来越多的人在家工作 女性正在重新思考鞋里对她们的职业和自我形象的影响 高跟鞋几十年来一直是女性职业装的必备品 但许多女性开始质疑在工作中穿高跟鞋是否还有意义 研究表明 穿高跟鞋的女性被认为更具吸引力 女性化和高社会地位 但穿平底鞋的女性在各种工作场景中 被认为更有能力和准备充分 然而许多女性在高跟鞋中感到更自信和有力 因为她们让她们感觉更高大 高跟鞋还可能导致足部问题 如母囊炎 畸形脚趾和指甲受损 疫情影响了人们对工作场所穿烈的接受程度 越来越多的女性可能会在越来越多的居家办公的世界中放弃高跟鞋 事实上 许多女性开始质疑工作场所的时尚惯例 并摒弃高跟鞋 如果女性选择穿高跟鞋 建议选择鞋跟低于三英寸且鞋头较宽的鞋子 另外 蝎形鞋跟 平底鞋和运动鞋也越来越受欢迎 迪克 范黛克与粉丝分享了她的尤克里里课程视频 英国独立报 97岁的迪克 范黛克开始学习谈游克里里 并在Instagram上分享了她的第一堂课的视频 这位演员的粉丝们赞扬了她的热情 并分享了他们自己学习新技能的故事 范黛克之前曾将自己年轻的外貌归功于她51岁的妻子 化妆师阿琳·谢尔福 她帮助她保持积极的态度 她还强调了锻炼对保持活跃和健康的重要性 范黛克和谢尔福已经结婚11年 最初是在2006年相识的 性侵犯者被判12年监禁 BBC 性侵犯罪分子修德比因其犯罪行为被判处12年监禁 德比趁三名受害者熟睡或酒醉时实施了性侵犯 她参与了对一名15岁女孩的轮奸 并被判犯有多项性侵犯罪 法官将德比的行为描述为有预谋和掠夺性的 针对的是弱势受害者 除了监禁刑期外 德比还将被无限期的列入性侵犯者登记 揭示了Laura Carlton凶手的反LGBT加在线内容 英国独立报 加利福尼亚州的27岁男子特拉维斯 持口在一家时装店里遇到了劳拉 安卡尔顿 她发现店内有一面彩虹旗后 对她进行了冲突 她撕下了旗帜 大喊恶言恶语 然后开枪杀死了这位66岁的9个孩子的母亲 持口随后逃离现场 与警方对峙期间向警察开枪 最终被警方击毙 警方已经确认 持口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发布了一系列反LGBT加的评论 这些评论批评了LGBT加社群和执法机构 并发布在GAD和X等平台上 在一篇帖子中 持口分享了一张燃烧的彩虹旗的图片 而在另一篇帖子中 她批评了同性婚姻和堕胎 警方现在正在将卡尔顿的谋杀案调查为仇恨犯罪 尼基·坎贝尔告诉调查委员会 有关学校性虐待的事情 BBC 广播员尼基·坎贝尔在苏格兰儿童虐待调查中作证 讲述了他在1960年代和70年代 在爱丁堡学院遭受的性虐待 坎贝尔还描述了他被一名教师殴打 以及目睹朋友遭受性虐待的经历 他是几位前学生之一 向调查机构提供证词 坎贝尔详细描述了一名教师 触摸他的生殖器的事件 以及一次被按住 踢打并撕破衬衫的袭击 我冻僵了 纽约时报 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份新报告 强奸受害者经常会因为一种 被称为激张力不动的生存策略 而无法反抗 贡献作家詹 珀西·詹·佩西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一现象 他表示 冻结是一种根植于进化行为的自动防御反应 他是由于无法逃脱或受到限制的感知而出发的 就像猎物发现自己被捕食者咬住一样 研究人员认为 许多捕食者似乎天生对死亡的猎物失去兴趣 冻结反应经常被误解 受害者常常被问为什么不反抗或呼救 医生 护士和警察也经常对这种现象感到困惑 这种缺乏理解导致了报告的强奸案件中 刑事指控率的低下 然而 倡导者认为 更广泛地了解冻结反应 可能会改变医疗和刑事司法系统 处理性侵案件的方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些警察正在接受培训 以识别冻结反应 并做出适当的反应 培训包括进行富有同理心的采访 收集潜在证据 检察官南希 奥格尔斯比 Nancy Augsby和前警察迈克 尼尔诺 Mike Milner 教授一门旨在改善对冻结反应 及其对性侵案件的影响的理解的课程 尼尔诺表示 警察在培训过程中经常会情绪激动 回想起以前由于对冻结反应的无知 而处理不当的案件 摄影师对马奥岛火灾后 不合时宜的新娘要求表示抗议 英国独立报 一位在毛衣岛拍摄婚礼视频的摄影师 批评新娘们在毛衣岛山火救援工作进行时 要求退还不可退款的定金 波托拉婚礼影片的沙娜 基斯勒表示 尽管她理解婚礼日的重要性 但考虑到火灾造成的破坏 这些要求极其不敏感 基斯勒的姐姐雷娜 埃德蒙兹也呼吁新娘们要有同理心 只有在愿意提供帮助的情况下 才与他们联系 埃德蒙兹正在联系遇到困难的婚礼供应商 与愿意免费为他们的客户提供服务的摄影师 和策划人 哈里凯恩的妻子凯特生下了第四个孩子 英国独立报 英格兰男子足球队队长哈里 凯恩和妻子凯特迎来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 一个名叫亨利 爱德华凯恩的儿子 凯恩在Instagram上分享了这个消息 发布了一张自己抱着新生儿的照片 这对夫妇自从上学以来就在一起 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凯恩最近离开了他长期效力的热词队 加入了拜仁慕尼黑队 朋友和球迷们在社交媒体上 纷纷祝贺这对夫妇 为什么处女作小说家泰勒迪奥 隆布尔详写一部黑色英国浪漫喜剧 英国独立报 处女作小说家Telidio Rumble 讨论了他的书The Situation Shit 该书由说唱歌手Stormsy的Molky Books 在Penguin发行 Rumble旨在以英国黑人的声音为中心 并在他的写作中探索黑人的爱情 未定义的浪漫和女性气质 他讨论了美国黑人浪漫喜剧 和电视节目的影响 如红糖 爱琼斯 不安全和欲望都市 Rumble还讨论了他个人的悲伤经历 以及他如何改变了 他对人际关系和沟通的看法 最后他讨论了秦静传的概念 以及如果双方公开沟通 他如何成为一件积极的事情 马克·沃森表示 婚外情是为了逃避我并不特别的事实 英国独立报 喜剧演员马克·沃森 坦率地谈到了 他与前妻结婚期间的三年婚外情 他表示他相信这是为了逃避 他事业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起飞的事实 43岁的沃森说 他的前妻在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 发现了这段婚外情 夫妻俩在接受婚姻咨询后 于2019年离婚 沃森之前曾谈到他的心理健康问题 包括自杀的念头 但他表示 现在他处于一个更好的状态 并且珍惜他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 历史上弓箭手队的第一个女童性恋之文 本应早些发生 英国每日电讯 长期播出的BBC Radio 4系列节目 弓箭手最近首次出现了 两位女童性恋人物之间的亲吻场景 饰演这两个角色的演员 赞扬了这个情节 表示这样的情节应该早就出现 并且这是对当代性问题开放和自由的积极表现 该节目此前曾因缺乏多样性而受到批评 而最近的女童性恋亲吻 被视为该节目在同性关系代表性方面迈出的一部 卡罗尔 沃德曼拒绝透露他有多少个情人 英国独立报 电视名人卡罗尔 沃德曼拒绝透露他与多少个特别朋友有关系 沃德曼之前曾谈到过与多个人约会的事情 今年一月份他透露自己有五个特别朋友 在最近的一期播客中 他拒绝透露具体数字 但表示他有足够多 沃德曼还讨论了他目前对待感情的方式 他表示自己对生活感到满意 不想有一段稳定的关系 他建议所有与多个人约会的人都应该是单身 并且主要原则应该是不伤害他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